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是当时的巨星缺席 詹姆斯带领的03一届太年轻 毕竟他们才刚进入联盟一年 输球也无可厚非 可是到了2006年 詹姆斯 维德 安斗尼等人都已迅速成长 其中维德勇夺当年的总冠军 总决赛后四场更是凭着毁天灭地地发挥 荣英FMEP 就当所有人都想一血雅典之指的时候 盛产神话的希腊成了梦之队的新梦魇 那个身批七号球衣的斯潘诺里斯 他所向披靡使得梦七队难以招架 当时24岁的斯潘 全场七投六中拿下14分 虽说得分不是很高 但是他得分的手段以投篮为主 这在国际赛场上可是大杀气 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对方在外线对他的防守 而也正因为如此 希腊队才能更好地在内线找到进攻机会 有一个回合 斯潘面对乔云汉逊的防守 他是一队友别来挡拆 紧接着一个变相就从左路杀了进去 迅速传球 随后接球人造成美国队犯规 除此之外 在场上无论是速度还是速率 斯潘都是佼佼者 哪怕是面对闪电侠韦德也不落下风 下半场有一次突破 他就从右路直接过掉了韦德篮下得分 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他的速度 那么在第三节最后时刻 他在自己半场的三分线内 接到队友点出的防守篮板 然后发起一条龙快弓 面对巴蒂尔的防守 压哨打进两分 整个过程只用14秒 这就把他的速度体现淋漓尽致 同时 斯潘还有一颗大心脏 在第四节还剩两分钟时 美国队追到只差五分 斯潘借助队友掩护 用一击三分直接击穿了 这些NBA大佬最后的心理防线 最终希腊以101比95 击败了美国孟奇队 昂首挺进决赛 斯潘·洛里斯鞠躬至尾 当时观众们都惊叹于 他的赛场表现 不禁联想 要是打NBA 他会取得怎么样的成就 其实就在一个月前 火箭官方已经宣布了 与这个神秘的欧洲空位签约 斯潘·洛里斯成为了 希腊进军NBA第一人 对此 他本人也花费了很大的机会成本 放弃了帕纳·辛纳克斯 提供的每年330万美元的 五年长约 而选择了三年500万美元 空降航天城 斯潘却NBA是为了追梦 因为欧洲赛场对他来说 已经没有挑战了 斯潘·洛里斯 出生于希腊拉里萨 12岁时 在当地青年队 开始了自己的篮球生涯 1999-2000赛季 他代表拉里萨正式踏上职业赛场 一年后 加入甲基联赛马罗西队 出任球队的组织后卫 斯潘技术全面 无论是上篮 三分球还是突破 他都信守拈来 尤其是组织上 堪称控场大师 很快 他成为了队中的核心 并在这里打出了身价 和他的外号 欧洲科比 在当时 他被誉为欧洲最有前途的后卫 在2005-2006赛季 斯潘加入帕纳辛纳克斯 帮助球队获得希腊联赛冠军 同时 第一次参加欧洲联赛的他 两次获得州最佳 入选了欧洲最佳阵容二阵 而且在MVP榜单排名前十 要知道 欧洲赛场没有造型一说 场上全凭个人实力 能在欧冠厨子赛季 获得这些荣誉含金量已经很高了 而且这个球队的头号得分手 还是在他替补出场的情况下完成的 加上对阵孟七队的出色表现 斯潘的加盟 让火箭球迷位置一振 要知道 姚麦组合还从来没有搭档过 能够在进攻端 主动为他们增优的后卫 大家期待欧洲科比的到来 能为火箭的后场提供更凶猛的火力 然而整个2006-2007赛季 斯潘却郁郁不得志 被牢牢地摁在板凳席 究其原因不是他实力达不到NBA标准 而是主教练的不信任 在向来不爱用心人的小范甘迪手里 这个需要持球在手的欧洲空位 几乎得不到丝毫重用 而且强调防守的小范甘迪 不能容忍这一球场漏洞 整个赛季 健康的斯潘一共只打了31场比赛 场均出场仅8.8分钟 留下了2.7分0.9次助攻的惨淡数据 比球迷更失望的是斯潘本人 他在和经纪人通话时表示 自己和火箭签约的时候很高兴 但之后不想在休斯顿多待一秒 采访时获悉 斯潘诺里斯当初和球队签订合同的时候 火箭总经理卡罗道尔森 向他承诺了不少于20分钟的出场时间 这可与现实大相径庭 然而承诺不是代表他的错 分手却是唯一的结果 要怪就怪主教练吧 最后无论是小范甘迪还是斯潘 都未能继续留在火箭 赛季结束后 前者下课走人 后者则被交易到马次 要说马次 原本是极有可能让斯潘打出真实水平的球队 因为波波围棋的体系 能够最大限度隐藏斯潘防守漏洞属性 提倡团队配合的他们 也能够让斯潘专心于组织 给队友创造机会 传出好球 可惜遭遇过火箭骗局的斯潘去与尹爵 不想在德州甚至美国待下去了 然而斯潘并不后悔当初选择NBA 至少一些突如其来的困难 让他后来变得更加成熟了 除了没有得到允诺的上场时间 还有另一个原因 让他更加坚定了离开NBA的决心 那就是他觉得整个NBA太过于商业化 常规赛都像是巡回表演 唯一有价值的可能就是季后赛 但是裁判能成为左右比赛的胜负手 而在欧洲 篮球则更加纯粹 球员们不会在一支球队 围着一两个球星团团转 他们渴望每一场胜利 场上竞争更加激烈 于是他把自己的篮球才华 带回来希腊 带回了欧洲 2009年 斯潘带领帕纳辛奈克斯 夺得欧洲冠军 在这之后 他转头同城对手奥林匹亚斯 在2012年欧冠决赛 斯潘面对新科MVP基里连科 和特奥杜西奇坐镇的中央陆军 全场拿到15分 并在比赛还剩0.7秒时 斯潘突入内线 助攻底线附近的普林特西斯 后者抛头得手完成绝杀 帮助球队在落后19分的情况下 完成惊天逆转 一年后的欧冠 奥林匹亚克斯在决赛中 击败黄马 缠联冠军 斯潘下半场 一人砍下22分 成功当选了该赛季MVP 悉数斯潘诺里斯 在欧洲赛场的成就 绝对是历史级别的 三次欧洲联赛冠军 八次入选欧洲最佳阵容 2010-2020 10年欧洲最佳阵容 连续两次当选欧洲年度最佳球员 2013年欧冠MVP 2020年 成为欧洲篮球联赛的历史得分王 荣誉登深 他用实际行动展示 欧洲篮球别样精彩 岁月不饶人 时间就算加了再多的防腐剂 也都有老化的一天 到了2021年 39岁的斯潘 原本有望在阔别国家队6年之后 代表希腊征战奥运会落选赛 然而由于他腿部感到不适 最终未能成行 不然球迷就可以看到 他和字母哥携手的场景 其实在2020年6月27日 斯潘就在推特上宣布退役 消息一出 欧洲篮球圈子立刻炸了 无数大咖俱乐部和联赛官方媒体 纷纷为他送上祝福 怀念他的赛场表现 随着字母哥 约基奇 东基奇等一大批新生代球员成长 在NBA展示了强大的欧洲实力 又让人陷入遐想 如果斯潘来到NBA的第一站 不是火箭而是马刺 或者是更喜欢国际球员一点的小牛 会怎样 这一切可能真的会大有不同 不过 对于追求纯粹篮球的斯潘而言 就让答案随风飘散吧 因为他已足够伟大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